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月份 我们平时看个人命运好坏 除了命理之外 出生的月份对人的命运 也有一定的影响 命运会随着不同月份而发生变化 下面带来鼠蛇人出生月的命运 依依月出生的蛇人 生于真月的鼠蛇人 一身忙碌奔波劳碌 难有停歇的时间 在事业上很想做出一番成绩 无奈致大才输 实施起来颇为困难 难以得到贵人扶持 一身难以成就大业 这个月出生的鼠蛇人 应该脚踏实地的工作 努力干一番事业 但是不能怀有投机心理 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正月出生的鼠蛇人 人际关系较好 与人沟通和相处都颇为顺畅 没有太多的阻碍 虽然能够得到他人信任 但是也会有人不理解或者无所谓 不过也没必要让人绝对的认同 求同存异一样可以 建议多去参加聚会之类的活动 增加情感交流 家庭内部关系容易出现误解 或者沟通难以解决的 外部场合关系顺势而为即可 二二月出生的蛇人 鼠蛇人生于农历二月 算是倾庭学人 一身文化 但无大腹 没有太大的理想和野心 只是循规蹈矩的干好本职工作 收支有度 但无太大作为 认真负责 热心而能干 但是容易产生厌倦感 创造性强但是容易情绪化 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善变的情绪 稍微压抑一下韧性 并且保持旺盛的斗志 则在三十岁左右 通常就能够展露头角 三三月出生的蛇人 鼠蛇人生于三月 聪明隐悟 博学多彩 有理想 有报复 做事灵活机制 善于应变 虽出生平寒之家 但能白手起家陈明 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为国为民担当大任 做出显著沉寂 明波四方 力达三江 身于这个月的蛇人 算是有福之人 但算是自力更生 白手起家的楷模 农历三月出生的鼠蛇人 对凡事都保持怀疑态度 这种态度常会激发他 潜在的优异智能 设法追根究底解决问题 因此这类人如从事 灵活用脑的工作 便会有十分杰出的表现 四四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四月 算是人间大富大贵之人 为人至谋双全 谋略才华过人 能得贵人帮助 读书能过目不忘 真是聪颖到极点 此月生蛇人 为官能大权在握 学艺能天下闻名 又有一副狭义心肠 又有大理想 大抱负 又能心想事成 出生在蛇年四月的人 不管选择哪条路 在年过四十之后 往往都能小有产业 五五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五月 为人聪明机智过人 胆时过人 又有坚强意志 博学多彩 有哲人的头脑 有先见之明 最能审时夺势 更能抓住机遇 这月生蛇人 能得贵人帮助 一身平安 势力强大 威震四方 出生在蛇年五月的人 总是全力以赴 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人 他们的行为很善变 若能改掉这个缺点 将是个很完美的人 此类人形式很会找关系 一身都走在他人前面 不过在三十左右 容易因为性格和情绪问题而受挫 又六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六月 是得望全胜负后的大富大贵之人 这月生蛇人 满腹诗书 道德水平比较高 在外能得到许多人的崇敬 在家能得父母和夫妻的爱慕支持 富荣七贵 子孙显赫 其对人诚恳忠厚 意志坚强 敢于战胜困难 能与人很好合作 有很强的领导和指挥才能 出生在蛇年六月的人 往往判断快速 行动敏捷而又贤明 不会过分执着于一件事 是开朗亲切的典型人物 不管男女 这个月出生的属蛇人 都十分吸引异性 七七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 身于七月 为人敏捷 聪明过人 才华出众 每次考试都多名列前茅 还智勇双全 能在困境 逆境中前进 直到取得胜利 在财源上 这个月生的蛇人 也极会经营 把生意做得火热 利润如江水般涌来 在道德上 其为人极为高尚 性格温和醇厚 对人诚恳忠厚 但这个月生的女人 祖夜凋零 全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头脑 开辟伟大的事业 农历七月出生的鼠蛇人 往往很善于与人相处 关系和睦 他们的内心非常有主见 有一定的洁癖 做事情非常仔细 平时不容易表现出来 但是却生计于心 他们会非常认真 仔细地 完成每一个工作任务 是可以信赖的对象 八八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八月 为人忠实可靠 性格随和 道德高尚 对父母尊敬孝顺 和别人能和睦相处 心地善良 这个月生的蛇人 博学多彩 受人敬重 文明远播四方 生于此月的男女 一生无大灾大难 百事顺心如意 一生都在喜气洋洋之中 出生在蛇年的人 往往性格急躁 反复无常 生活多姿多彩 这也是他们被人欣赏的地方 这个月出生的鼠蛇人 通常个性是十分直率的 他们具有敏锐的直觉 能帮助自己避开一些危险 鼠蛇人有着很强的领导能力 和学习能力 能不断进步 还在求学的时候 往往已经是学校的风光人物 进入校园求职之后 也会很努力工作 容易达到领导的地位 九九月出生的蛇人 鼠蛇人生于九月 死命为人多才多能 心机为巧 祖夜凋零 离乡别井可陈家业 兄弟少利 博杂多端 出外有贵人扶持 一身无行客 无大难 只是救人无功 恩忠兆怨 众义轻财 三十三岁方之劳苦 凡事顺义 三十八九 四十岁称心如意 出生在九月份的鼠蛇人 是天生不服输的人 充满了斗争 但稍缺乏主见 他们不认输的个性 有时候会让他们的行为轻率 容易误伤他人 索性属蛇人身边 总有贵人相助 纠正他们的缺点 十十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十月 死命为人心地善良 为人诚实 善于帮助人 支援人 这个月圣的女士 有才能有德 又有志向 虽有大志 却实现艰难 但一生无大灾大难 生于此月的蛇人 空有红红之质的感觉 但是人定胜天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只要有永不言败的毅力 坚持下去一定会一举成名的 出生在这个月的属蛇人 并不看重财富 不过他们似乎也从不缺钱 可以尝试各种施展才华的工作 十一十一月出生的蛇人 属蛇人生于十一月 死命为人性早 心直口快 有才能 逢善不欺 逢恶不怕 事有始终 要能宽大 不能俱才 祖业破败 兄弟六亲不得利 自立家祭出外方好 出现二十五六连年不岁 二十八九有好运 犹如枯木逢春 中线铁镜重魔 明月镇圆 五十六七交大运 出生在农历十一月的属蛇人 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 往往表现得很热心 但是他们一个人的时候 又会变得很孤僻内向 只专注热衷于一世 此月出生的人 并具有这两种不同的性格 有时行动阔绰 半世心情 十分热心 有时又显得深沉执着 十二十二月出生的蛇人 数数蛇人生于十二月 此命为人品性不刚不柔 心中无独 自当自担 以祖之命 做事有时有终 食堂鸳鸯觅食 或聚或散 骨肉六亲不得利 劳心费力多成败 出现蕴寒多博杂 祖夜破败 重新白手起家 四十开外 如传玉顺风 五十多岁安稳 墨现滔滔事业心 出生在十二月的鼠蛇人 总是愿意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们做事利落 很受人喜爱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地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